我们明明印了超过300万亿的M2 为什么在现实的流通环节中就是流通不起来 明显保股市保汇率还是保楼市 可以说只能三选七一 难道成年人的世界不能全选吗 那么在这整个的流通环节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首先就像今天中国的股市一样 可以说再次上演了接近于5000家带涨的一个状态 全天成交资金不到6000亿 而且继续的流出超过200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说上涨的简直是寥寥无几 那么我们明确的可以说史上最强的监管 可是为什么以前我们这30多年来 没有出现过最强的监管 可以说15年是上一次的牛市的一个时间 到了现在已经整整的9年了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正在创造出不少的奇迹 首先全球的资本市场没有连续超过4年的 这是第三次 如果真的成真 第一次是2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第二次就是香港 那么第三次如果中国的股市再次连续的走出4年 年线的阴线 那么它会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历史 然后还有就是连续的8周阴线 整个的中国股市历史上就出现过一次 可以说连续7周我们出现过很多次 但是连续8周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时间节点 只出现过一次 如果说这个礼拜继续的收银线 那么我们就追平了历史 如果说下个礼拜再继续的 那么就创造了历史 可以说资本市场为什么一直都流通不起来 无论是整个的房价 还有就是我们面临着整个的股市的一个预期回报 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跟你去聊 要长线 要有眼光 然后做聪明的资本 做长期持有的资本 可是你会发现今天市场上继续的带动指数的 还是银行石油和电力 可是这种情况 它已经明显的走到了相对来说的一个高位 那么普通人进去的话 很可能是一个接盘的一个状态 而且从单独个股的情况来说 如果刨除了上争50 其实中国很多的这些中小板块的股票 跌幅远远超过了今年的一月份 甚至可以说如果统计的指数没有市振 那么现在中国的股市 很可能是在2200点到2400点之间 然后就是我们整个中国的楼市 因为很多我们一些险资或者其他资金 其实都是有变相的去流入到房地产市场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些央国企开始逐渐的退出房地产市场 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 我们的房地开始整个的出售的一个状态 也就意味着整个的在建 新房 然后还有卖地 全部的收入都出现了一定收缩的环境 那么这种情况下 肯定整个的价格受到撑压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给的很多政策 其实价格几乎没有变 只不过是让你贷款的时间变长了 或者贷款的资金变多了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 其实资金的压力一直都没有缓解 存量房的贷款利率 其实才是最应该去下降的 还有就是我们一直都去保持的一个汇率市场 因为汇率很多人都觉得 无所谓 因为我只在国内生活 但是你不知道 我们华夏的泱泱大国 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进口的 保汇率是保什么 保持我们的一个购买力 很多的时候就像大家觉得 现在牛肉便宜了 或者现在什么 这个东西便宜了 那个东西便宜了 那是因为我们人民币的购买力在这里 我们去买其他的东西 相对于来说 其他的货币贬值的速度 比我们的还大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举全国之力去保汇率 这个是没有错的 因为汇率和债市的 这种权重的比例 远远大于股市 你看现在中国股市 整个跌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对于整个的金融市场来说 没有多少的影响 那么机民 其实很多的基金 确实牵扯到了很多一些银行的 涉及到的所谓的这种卖的产品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是这种 所谓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不太好形容 就是很多人去买的银行的东西 其实都是变相的挂钩到了 整个的股市 和整个的这种资本的期货市场 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基金的增持规模 现在今年又增加了 但是整体的机民的收益 其实是偏向下降的 尤其是像整个的支付宝 比如天红基金 你现在存一万块钱 你每日的利息只有四毛 也就是说你的利率 年化只有1.5以下 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隔夜银行的这种拆解利率 其实对于这种货币型 或者是对于其他型的这些基金 冲击还是会有的 而且整个我们会发现 整体市场上 大家没有整个的 很强的意愿去贷款 去消费 总是会觉得 我等一等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种市场一直都是过量的 生产过量 所以说你等的时间越长 那么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下卷 但是这种情况下 它不会持续很久 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的话 就会出现一定的转机 然后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